上个世纪初起,因为蜻蜓的无能,日本和俄国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大打出手 日本想要攻占旅顺口要塞,但是遭遇了俄国人的顽强抵抗 日本海军方面,面对坚守不出的太平洋舰队无可奈何 只能向着和他们向来不合的陆军求助 日本的陆军方面,一直在计划攻打当时已经被俄国人占领的沈阳城 根本没有对旅顺进行攻击的计划 收到了海军求助的陆军分析了当前的情况 他们也明白,如果对海军的请求置之不理 那么一旦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到达 在旅顺口外,唯独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必败无疑 而海军一旦失败,那么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陆军 正被彻底断绝供给与援助 到时候,不要说攻击使用成了,这支部队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 于是,他们从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中抽调出来了一部分部队 组成了第三军团 而这个军团,则由由日本军神之称的乃木西点带领 不择攻下旅身口 但是,没有任何情报的情况下 去攻击一个俄国人经营了数年的要塞 这无异于自撞南墙 但是,乃木西点没有任何的选择 他们只能选择强攻 仅仅第一波的攻势就死去了一万六千余人 几乎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 但是,好歹他们用士兵的命得到了一部分的情报 再一次修正作战的计划 这同样也避免了乃木西点,抛负自尽的下场 不过,在日本陆军的第一和第二军团面前 埋放着的是沈阳城 这里有超过30万的俄国军队 而当时的日本陆军 加上正在屡顺口频频失利的第三军团 也只有不足25万人 在这场攻坚战中 作为进攻方的日军 无论是从数量上来看 还是从火力上来看 都无法和俄国军队相比 更何况,俄国人还有一座坚固的城池 但是日本人没有选择 他们已经开始向着俄国人发起来进攻 善了是不可能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之前 拿下旅舜口 然后,海上的事情交给海军 陆军收缩所有的兵力 给沈阳城的俄军重重的一击 彻底击垮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俄国人 终于,在经历了一番苦战之后 乃木西典终于是没有埋没他军神的称号 攻破了俄国人占领的旅身口 成功地摧毁了俄国人的太平洋舰队 让几乎精疲力尽的海军得到了暂时的休整 与此同时 日本陆军也开始进攻沈阳城了 203高地战之前 他们曾经进行过试探性的攻击 试图拔掉沈阳城附近的两个俄国据点 事实证明 俄国人的火力异常强大 日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如果不是最后关头 俄国方面无辜撤离 相信他们很难取胜 不过无论如何 他们还是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拔出了安山等两个据点之后 他们面前的就只剩下沈阳城了 可是这也是最难的地方 虽然前期的进攻有了一部分的效果 也将战线向着沈阳城的方向 推进了一定的距离 但是很快 这种缓慢的推进就停止了 在东北的沙河一带 战线彻底停止了推进 这里距离使用程 还有十公里的距离 俄国人在这里布置了大量的武器和火炮 战壕蜿蜒密布 为了和俄国人对抗 日本人不得已也在这里开发战壕 用来躲避风雪和俄国炮弹的信息 他们此刻并不算着急 因为南部续点的部队 此刻仍旧在里顺口 还没有赶到这边来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防守好自己的阵地 用尽一切的可能搜集关于俄国军队的情报 但是俄国方面也是同样的想法 虽然现在他们在固守 但是他们并不着急 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在路上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抵达旅船口 到时候只要击败了日本海军 那么这些陆军很快就会不战而败 可以说他们只要坚持下去 败亡的极有可能就是日本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的波罗的海舰队就是无坚不摧的 日本的联合舰队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但是日本的陆军方面 却并不想将自己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海军身上 虽然现在南木西点的部队还没有到 但是他们却依然要给这些俄国人 搞出一些麻烦 大军压境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在俄国阵地的后方有一个铁桥 如果可以通过骑兵突袭 炸掉这座铁桥 那么对于在沈阳城的俄国人 将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 限制俄国人在南木西点到来之前的突袭 毕竟在日本人的眼中 俄国人最喜欢的就是 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 他们虽然可以将希望放在波罗的海舰队上 但是依然可能出发 日本人派出了他们的骑兵 希望可以通过高机动性的队伍 来洗扰俄国人的部署 但是他们忘记了 在俄国的队伍中 也有一支王牌的骑兵队伍 哥萨克骑兵团 这是曾经被誉为天下第一骑兵美誉的王牌之师 和曾经的重骑兵不同 哥萨克骑兵属于青骑兵 来无营去无踪 即使偶尔失败 他们也可以以风一般的速度撤离战场 就连曾经横扫了欧洲大地的拿破仑 都曾经感慨 如果自己也有一支哥萨克骑兵团 那么自己的铁骑将踏平整个世界 在沙河的右岸 日本的骑兵先头部队 发现了哥萨克骑兵的踪迹 俄国人早就已经防范起了日本人 这种无耻的偷家行为 所以也派出了骑兵在附近进行巡逻作业 单单被日军发现了哥萨克骑兵 就已经超过了一万人 用吃猴的话来说 他们就像是一片移动的森林一样 在日军的指挥部 得到了这个消息的军官并不在意 一百年前 同样是在冬季 俄国依靠哥萨克骑兵 成功的击败了拿破仑 但是这已经是一百年以后了 现在的骑兵作战方式 早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 曾经傲慢的哥萨克骑兵团 或许应该尝一尝失败的滋味来 但是还没等他们开始袭扰 哥萨克骑兵团就率先对着战壕中的士兵 发动了进攻 趁着夜色的掩护 这些骑兵借着战壕中的光亮 对着日军的据点发起了攻击 虽然日军通过土地的震动 提前发现了骑兵的到来 可是哥萨克骑兵 也不只是像一百年前一样 使用长刀和落后的武器 他们在马上的射击精度 也是相当的惊人 就在日本人熄灭战壕中亮光的时候 就已经被击毙了不少人 而在灯火熄灭之后 他们根本看不到所谓的攻击者 只能被动挨打 他们的据点 很快就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在骑兵的第一次交锋中 日本的骑兵彻底失败 但是真正让日本人震惊的 当时在后面 在一个大写的天气 哥萨克骑兵团 终于正面出现在了日本人面前 看着黑压压的骑兵队伍 即使是那些曾经天不怕地不怕 叫嚣着要为天皇尽忠的日本军官 也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虽然能和世界第一的骑兵团 有一个硬碰硬的较量 是一件十分吸引人的事情 但是理智告诉了日本的指挥官 他们不能这么做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 哥萨克骑兵团的对手 在他的命令下 日本的骑兵队伍 一旦遇到战斗 立刻就下马 用步兵的方式 和哥萨克骑兵团进行战斗 毫无疑问 这样的方法虽然很松 但是很有效 那些哥萨克骑兵 试图用骑兵强大的冲击力 来搞定这些日本人 但是他们也是真的没有想到 日本人居然想出 这么损的招数来 面对他们的冲锋 日本人居然使用了步枪 和大炮来进行攻击 一时间 没有防备的哥萨克骑兵团 吃了一个大鬼 双方在战场扭打成了一团 日本人在经历了 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之后 这是他第一次 吃了这么大的亏 但是就在几乎所有的日军阵地 在请求增援的时候 日本陆军总部 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在漫天的风雪中 一个人走进了屋内 昏黄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时 人们才看清 这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着的 第三军团指挥官 乃木西点 上一刻 已经无兵可用的 第一二军团 甚至已经准备 将自己的警备部队派出去来 但是这一秒 乃木西点 就已经带着这些士兵 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这简直就是一个惊喜 随着兵力的补充 原本已经濒临崩溃的日本阵地 终于是守了下来 对日本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胜利 可是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之下 这些士兵依旧是难以招架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无法支撑的时候 俄国哥萨克骑兵团 出人意料地撤退了 或许 就像日本的指挥官 从一开始设想的一样 他们在这场战争中 不可能单纯地使用武力 去和敌人对拼 因为那样 即使在兵力持平的情况下 他们也只是五五开的胜算 但是 如果是用合适的计谋 或许 他们可以做到 以更少的兵力 去获得更高的胜算 这一次 日本击溃了哥萨克军团的攻击 但是 沈阳城依旧牢牢地 被把握在俄国人的手中 他们想要拿下这个城池 还是要费上一番功夫的 背水一战 或许是他们最后的计谋来 凤天会战 日本陆军将领 倾尽自己本国所有的力量 完成终极一战 如果这次的作战失败 日本陆军将不复存在 甚至可能导致整个日本 都在这次的战争中灭亡 三十多年的发展 极有可能毁于一旦 但是 他没得选 这是二十世纪初期 两个军事大国 最疯狂的一次战斗 他们都将汲取所有的力量 开始一次 史无前例的大决战 日本陆军在这一次的计划中 没有留下所谓的预备队 他们抽掉了自己在东北地区 所有的兵力进行作战 而乃木西点的部队 则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从左侧 向着沈阳城发起攻击 当他们迂回到敌人的右侧的时候 继续进行一个大回环迂回 绕到敌人的后方进行攻击 说起来 这是一个奇袭的任务 但是乃木西点自己也明白 这是一个全军覆没的任务 即使他们到了 依然有活下来的人 也不会有多少 但是除了乃木西点以外 很多人是在战斗开始之后 他们才明白的 因为右翼的俄国士兵火力 十分的强悍 乃木西点所率领的士兵 迟迟无法在敌人的右侧进行突进 他们试图请求总部的火炮部队支援 但是总部给他们的回答却是 一门火炮的名额 都没有给他们预留 并且毫不顾忌地说出 总部从来没有对第三军团 抱有什么大的希望 无论是派给他们多少士兵 最终的结局只有死亡的一条路 在乃木还在敌人的右翼 苦苦支撑的时候 一支骑兵部队悄然出发 他们的目标就是沈阳北部的铁路 渐渐地 日本的包围圈渐渐地成型了 如果在以往 沈阳谷部队是不可能包围大队的士兵的 但是日本的指挥官偏偏这么做来 他了解俄国人的指挥官 留守在沈阳城的俄国军官 是库洛帕特基 说好听一点 他是一个心思极为细密的人 但是说的难听一点 他是一个过度敏感的人 在沈阳城 他集中了32万的兵力 又有监狱门火炮 但是他此刻却十分的烦恼 原本在左侧突围的第三军 突然就转到了右侧 并且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 他本来已经将自己的主力部队 调往了左翼 但是马上就不得不将部队 再增援到右翼 就在他调动部队的时候 却发现那些 看似比他们数量还要少的日军 渐渐的在他们的外围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这让库洛帕特基 感到了困惑 在他看来 日军敢用比他们少的兵力 包围他们 那就意味着 日军一定在某个地方 还拥有大批的隐藏部队 虽然在正面的战场上 俄国的部队 并没有什么无法挽回的劣势 但是库洛帕特基 还是不放心 很快他就下达了 准备撤离的命令 但是他的部下却不这么想 他的部下认为 日军已经不得已而为之来 他们是在拼尽自己所有的力量 最多再有一两天的时间 日本就会彻底放弃进攻 可是库洛帕特基 却不认同 他命令所有的士兵收拾行李 准备撤离沈阳 在他的口中 这是他试探日军的真正实力 如果日军真的虚弱不堪 他们还会打下来的 可是攻打一座奸巢 真的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吗 在日军的眼中 库洛帕特基的做法 突然让他们感到了疑惑 他们明明已经赢得了战争 可是为什么会这么撤退了呢 但是他们不需要想 也不需要明白 他们只需要懂得一件事 那就是这一场 赌上了国运的战斗胜利来 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去准备接下来的战斗来 这是日本和俄国之间的战斗 但是发生的地点 却是我们的领土 作为土地主人的蜻蜓 却丝毫不敢发声 幸运的是 这样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滥 如今国力强盛 没有人再敢在我们的领土上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